这个女人穿越到了小说里 没成为大女主而是成了反派继母 她立志要和反派搞好关系 却发现这个反派简直是个小天使 她原本只是一位平平无奇的幼儿园老师 却在晚上看小说时不小心睡着了 一觉醒来就穿越成了反派的继母 在原小说中 塞德家族是最厉害的反派 所有的阴谋都和这个家族有着千丝万语的联系 其中卡西斯塞德公爵更是一手遮天的大反派 而她竟然穿越成了公爵的妻子 罗塞丽亚 她捂着脸不敢置信 别家穿越都穿成了女主 就她成了反派 而且罗塞丽亚不但结了婚 还有个妓子 自己只是睡前读了小说而已 一醒来就成了公爵夫人 她记得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可怕的角色 现在最大的威胁不是卡西斯公爵 而是她眼前的这个孩子 艾斯潘娜 她是卡西斯和前妻剩下的孩子 也是小说中最终的幕后黑手 她之所以会成为反派 都得怪她的继母罗塞丽亚 她对公爵心怀怨恨 因此常常欺负艾斯 最终她死在了艾斯的手里 可当她真正见到艾斯时 只觉得罗塞丽亚实在是太恶毒了 她居然忍心欺负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 这简直就是小天使啊 罗塞丽亚母爱泛滥 如果罗塞丽亚死了 她自己也活不成 所以现在她唯一能做的就是 好好抚养艾斯 尽力去改变小说的情节 一定要阻止她黑话 罗塞丽亚对艾斯微微一笑 早上好啊艾斯 艾斯直接愣了 这是什么操作 罗塞丽亚微笑着 她实在是不明白罗塞丽亚为什么要欺负她 不管她有什么理由都不应该这样做 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错呢 她缓缓伸出手想要摸摸艾斯的小脸蛋 却被艾斯躲开了 罗塞丽亚愣住了 她之前是不是已经对她做过什么了 为什么艾斯这么怕她 就在这时艾斯站了起来 她表示要先告退了 然而却慢吞吞的 时不时还偏向罗塞丽亚 罗塞丽亚明白了 她是想和自己多待一会吧 作为成年人现在应该给孩子台阶下 她笑眯眯地说道 艾斯你吃早餐了吗 艾斯表示自己还没吃呢 罗塞丽亚询问她要不要一起吃早餐 艾斯期待地看着罗塞丽亚 我真的可以吗 罗塞丽亚带着艾斯就往餐厅走 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吃饭 这样就能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 毕竟她可不能被这么可爱的孩子给杀掉了 这个女人没有穿成白莲花女主 也没有穿越成臭名昭著的恶女 而是成了反派的寂寞 为了保住小命 她必须要讨好反派 看着艾斯满足的样子 罗塞丽亚心慰极了 不过是一起吃一顿饭而已 就能让她那么开心 那她以后就多抽出点时间陪她一起吃饭吧 就在这时 侍女递来了水果拼盘 罗塞丽亚皱着眉头 为什么艾斯的盘子里没有桃子 再看看侍女们一脸高傲的样子 女仆们是不是在欺负她呀 罗塞丽亚询问艾斯喜不喜欢吃桃子 接着把自己的果盘递了过去 问她要不要吃一点 艾斯看着果盘沉默了一会 最终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罗塞丽亚开心地表示 这里还有很多 她可以随便吃 还有艾斯 明天我们也一起吃早餐吧 艾斯开心地点了点头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俩人吃完饭后 虽然罗塞丽亚还想让她多待一会儿 可她毕竟是塞德家族的继承人 每天的行程安排的都很满 所以罗塞丽亚只能依依不舍地看着她离开了 要是能多留她一会就好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明天也能见面嘛 她一定要多给她准备一些好吃的 第二天清晨 罗塞丽亚左等右等也没有等了艾斯 她询问侍女们 侍女们表示少爷还在睡觉 罗塞丽亚可不信 她那么勤奋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睡懒觉呢 她要亲自去看看艾斯 侍女们见状不妙 纷纷表示还是让少爷好好休息一下吧 罗塞丽亚没有理会她们 反而大不留心地离开 她们这么极力阻拦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罗塞丽亚打开艾斯的房间门 看到的是全坐在被子里的艾斯 原来她真的是在睡懒觉啊 听到罗塞丽亚来了 艾斯连忙坐了起来 可是她的样子 却把罗塞丽亚吓了一大跳 她的身上全是红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女人太惨了 穿越成了反派手下的炮灰 好在她的身份是反派的继母 现在还有挽回的机会 那就是必须要讨好反派儿子 可是看着眼前的景象 罗塞丽亚惊呆了 艾斯昨天还好好的 今天怎么就起了这么多枕 一旁的侍女回答道 少爷对桃子过敏 罗塞丽亚大吃一惊 怪不得昨天艾斯的盘子里没有桃子 侍女反问 您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罗塞丽亚大怒 又没人告诉我 我怎么会知道呢 毕竟原小说里说过 艾斯没有任何弱点 她会不会以为是自己故意让她吃桃子的 真是冤枉啊 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即便对桃子过敏 她还是没有怨言地吃了很多 当时罗塞丽亚看着她吃这么多 还很开心来着 罗塞丽亚缓缓开口 艾斯 你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吃桃子 艾斯可怜巴巴地道了歉 罗塞丽亚握紧拳头 现在道歉的人应该是她才对 看着她这副可怜的样子 罗塞丽亚觉得很心疼 要是她提前了解清楚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她泪如雨下 对不起 这都怪我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这下轮到艾斯着急了 您别这么说 这件事怎么能怪您呢 那我们明天还能一起吃饭吗 罗塞丽亚握着艾斯的手 当然了 如果你有什么忌口的失误 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艾斯立刻回答 我没有忌口的失误 罗塞丽亚擦了擦眼泪 傻孩子 你吃了桃子会过敏呢 艾斯渴望得到关爱 所以才想在她的面前好好表现 虽然她知道自己会过敏 却依然微笑着吃下了桃子 罗塞丽亚暗自下定决心 自己以后一定要再细心一点 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 自己一定要保护好她 艾斯睡着后 罗塞丽亚出了房间 她看向艾斯的如母莱妮莎 还是向她打听一下吧 毕竟她还是很了解艾斯的 罗塞丽亚缓缓开口 艾斯还有什么忌口的东西吗 莱妮莎却表示她不用知道 还说罗塞丽亚的担心是多余的 罗塞丽亚急了 她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不担心呢 莱妮莎淡淡地说道 少爷以后将变得没有任何弱点 虽然她现在对某些事物过敏 但以后不会了 罗塞丽亚心中愤愤不平 自己先不问清楚 一定会被人看扁的 罗塞丽亚好歹也是小说前半部分的反派 绝不能这样任人摆布 这个女人穿成了反派的妓务 如今却被一个庸人说脚 自己好歹也是小说前半部分的反派 怎么能被人欺负 罗塞丽亚虽然决心要成为好妈妈 但也不能毫无底线的退让 莱妮莎顿了顿继续说道 如果我刚才说话有什么不妥 还请您原谅 罗塞丽亚愣了愣 这人是在玩变脸吗 果然 莱妮莎又开口了 这是塞德家族代代相传的教育方式 即使您想插手也是徒劳 听完她这番话 罗塞丽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自打艾斯过敏之后 她能做的就是每天去看望她 顺便推掉她那些繁杂的课程 然后和她喝茶聊天 有时还会为她上药 在罗塞丽亚无微不至的关照下 艾斯逐渐好了起来 看着艾斯可爱的脸蛋 罗塞丽亚别提多喜欢了 真希望她能平安无事地长大呀 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了 只是这些女仆比一个眼神 让人好有压力啊 他们肯定觉得自己是故意让艾斯吃桃子的 可她真的不知道艾斯对桃子过敏吗 还有 莱尼莎那天说的教育方式到底是什么 点小说里说过 艾斯没有任何弱点 难道他们是在用一种 类似于以毒攻毒的方式培养她吗 让她逐渐对吃不了的东西产生耐受性 最终培养成一个毫无弱点的人吗 罗塞丽亚被自己的脑补吓到了 这个家族的教育方式太吓人了吧 见罗塞丽亚一直在神游 艾斯很担心 母亲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罗塞丽亚回过神来微笑着 因为我想看着你吃吗 罗塞丽亚觉得艾斯简直就是天使 穿越之前的她在孤儿院生活 每天都在和孩子打交道 所以长大之后 自然而然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 以前的她是一个孤儿 所以非常渴望家庭的温暖 没想到穿梳之后她竟然有了家人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她一定会尽力保护艾斯的 送艾斯回房间后 她的身后传来了男人的声音 你最近过得好吗 罗塞丽亚忽然想起自己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 这本小说的反派 可不止艾斯一个 这个女人前脚刚送小反派回房间 后脚就遇见了大反派 不过让人兴奋的是 为什么小说里的反派都那么帅 这让人怎么把持得住啊 仔细一看 艾斯和卡西斯真的很像啊 那艾斯长大之后岂不是会更帅吗 就在罗塞丽亚神游之际 卡西斯靠近一步 询问她刚刚干嘛去了 得知罗塞丽亚刚刚陪艾斯一起吃早餐后 卡西斯有些惊讶 她嘲讽道 看来你们母子俩的关系还不错呀 你到底想干什么 罗塞丽亚明白 从她的角度来看 自己对艾斯的态度可谓是180度大转变 她起一心是很正常的 罗塞丽亚认真的说道 母子关系融洽不是很正常吗 卡西斯沉默了一会后开口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想法的 难道你忘了吗 之前明明是你亲口说 不想和公爵斧扯上任何关系 罗塞丽亚尴尬至极 之前的罗塞丽亚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看来真是打脸啊 她只好蒙混过关了 我的确是说过 但是看到艾斯之后我改变了想法 她现在还小 正是需要父母照顾的年纪 再说了她那么可爱善良 我只是想尽到母亲的责任而已 艾斯是个懂事的孩子 我一定要照顾好她 卡西斯有些惊讶 艾斯很可爱吗 她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就在这时 一位侍从扛着一个满是番茄酱的麻袋来了 卡西斯也没有继续问罗塞丽亚 而是对她说下次再见 便和侍从一起离开了 看着这个场面 罗塞丽亚被吓得不轻 怪不得卡西斯是反派 与此同时 另一个小反派正在房间里教训的庸人 艾斯一改往日可爱形象 她严肃地盯着面前的庸人们 莱妮莎 你是不是对我母亲说了无理的话 莱妮莎颤抖着开口 我只是担心夫人继续追问 所以才 可话还没说完 她就跪倒在了地下 艾斯冷冷开口 你还是担心一下你的脑袋吧 见莱妮莎不停求饶 艾斯放过了她 但还是出声警告了她们 你们听好了 既然她是我的母亲 你们就得对她毕恭毕敬 有个白切黑的反派儿子是什么体验 还有明明对妓子厌恶至极的妻子 俩人竟然一反常态亲密了起来 卡西斯对此很是苦恼 这也太奇怪了 她找到艾斯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在耍什么花招 艾斯装傻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卡西斯不留余地 我听说你在罗塞丽娅面前很乖 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艾斯盯着父亲 儿子听妈妈的话不是很正常吗 很喜欢她 所以请您不要多管闲事 如果您把她吓跑了 我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卡西斯盯着自己的儿子 看吧 这才是她真正的面目 与艾斯谈话后的两天里 卡西斯一直在暗中观察 仆人们没有说谎 他们确实很像一对亲母子 看来他俩相处得不错呀 忽然一声惨叫 换回了卡西斯的思绪 原来他的脚下 还踩着一个伤痕累累的人了 男人颤颤巍巍的求饶 换来的却是卡西斯无情的一脚 卡西斯微微一笑 既然他们每天都一起吃早餐 那么自己也去凑凑热闹吧 餐厅里 艾斯始终保持着微笑 旁边的女仆们心惊胆战 有时候他们会有一种错觉 少爷就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然而并不是 艾斯回忆着当初罗塞利亚哭的场面 本以为他是故意让自己过敏的 但是以他的表情来看 好像确实不知情 要不是当时他竭力忍着 真的就要笑出声了 他居然愧疚地掉眼泪 真是有意思 为了能多体验几次这种乐趣 他得继续好好扮演这个角色 做一个善良的知书打理的孩子 听到门后传来声响 艾斯站了起来并且绽放了一个微笑 然而当看到来的人是卡西斯时 艾斯立刻切换成了嫌弃的表情 您怎么来了 卡西斯找了个位置坐下 我只是想跟你们一起吃早餐而已 而门外的罗塞利亚已经呆住了 卡西斯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该不会是想一起吃早饭吧 果不其然 卡西斯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自己是想来凑热闹的 罗塞利亚欲哭无泪 这个男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个女人为了不死在反派妓子的手下 这一世只能讨好她 然而她忘了小说中还有另一个反派 餐桌上 罗塞利亚热情地给艾斯加菜 俩人就像亲母子一样亲密无间 卡西斯瞥了一眼后冷冷地开口 你们两个人关系不错呀 罗塞利亚尴尬地笑着 心里只希望这顿早餐可以快点吃完 艾斯看着罗塞利亚担忧地开口 母亲你的脸色不太好 室友哪里不舒服吗 罗塞利亚感动极了 这小家伙竟然在关心她 真是个好孩子啊 她笑眯眯地安抚着艾斯 我没事的 可能是这几天没睡好吧 接着把食物递给了艾斯 让她好好吃饭 然而卡西斯却生气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 罗塞利亚被吓了一跳 她怎么突然发脾气了 她不会是想伤害艾斯吧 卡西斯盯着罗塞利亚的双眸 你终于肯看我一眼了吗 罗塞利亚懵圈了 难道她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自己一直没理她吗 可是看着她一脸严肃的样子 谁能吃得下饭了 好好的气氛都被她破坏了 正当罗塞利亚犹豫着 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艾斯开口解围 刚才您给我的那盘肉真好吃 我还想再多吃点 罗塞利亚松了口气 多亏了艾斯 才不至于让气氛达到冰点 在这尴尬的气氛下 这顿早餐终于结束了 罗塞利亚简直比跑完800米还累 本来还想和艾斯一起去散步的 看来只能下次再说了 就在这时卡西斯开口了 以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吃早饭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段时间是我疏忽了 以后我们就一起吃饭吧 这个消息对于罗塞利亚来说 宛如晴天霹雳 她跟艾斯的二人世界要被打破了 浑浑噩噩地走出餐厅后 罗塞利亚告别了父子俩 这以后可怎么办呢 罗塞利亚走后 艾斯仿佛换了个人 您到底想干什么 就不能离他远一点吗 这两个人明明是父子 却看谁也不顺眼 面对冷漠的儿子 卡西斯非要跟他反着来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 艾斯缓缓开口 看来您是要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卡西斯来了兴致 那又怎么样 你真的有那么喜欢他吗 这让艾斯沉默了 他扭头就走 走之前还不忘补上一句话 您可别太过分 万一把他吓跑了可怎么办 看着自家儿子离去的背影 卡西斯愣住了 他原本还以为艾斯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艾斯是认真的 居然还害怕他会吓跑罗塞利亚 真是可笑啊 不过 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房间里 罗塞利亚干劲满满 这段时间每天都在围着艾斯打断 对自己的事还一无所知呢 现在的他得尽快弄清楚 为什么自己会对卡西斯心怀怨恨 难道是因为卡西斯不舍的花钱 所以才心生不满吗 罗塞利亚接过管家递来的资料 下一秒他就愣住了 不是吧 这到底是几位鼠啊 罗塞利亚竟然有这么多钱可花 既然他不缺钱花 为什么还会怨恨卡西斯呢 不过现在的他心情很好 自己原来是个隐藏的富翁 普通人辛辛苦苦苦 一辈子都赚不到这笔钱 真不理解罗塞利亚有什么不满意的 难怪小说主人公穿越的时候 都不愿意回去了 但是天上不会掉线饼 以后还是得处处小心为好 管家离开后 艾斯的乳母莱尼莎进来了 突然 我是来找您道歉的 希望您可以原谅我上次的冒犯 罗塞利亚看着他惊恐的面庞很不紧 他之前那么傲慢 怎么会来找他道歉呢 听他的声音好像都要哭了 现在想想他也是怕自己当初会对艾斯不利 才会那样顶撞的吧 罗塞利亚向莱尼莎伸出手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你先起来吧 我原谅你了 莱尼莎哽咽着 没想到罗塞利亚如此宽宏大量 自己以前或许误解他了 自这件事后 以前对罗塞利亚态度十分冷漠的仆人 现在180度大转弯 每个人都对罗塞利亚毕恭毕敬 然而罗塞利亚能感觉到 他们那份隐藏在恭敬背后的胆怯 这到底又发生什么事了 谁能想到这个天使般的男孩 竟然有两幅面孔 在母亲面前是可爱小奶狗 背地里却是让人瑟瑟发抖的反派 艾斯背对着莱尼莎玩弄着手中的话 他冷冷开口 你道过歉了吗 莱尼莎恐惧地低下头 是的 夫人已经原谅我了 艾斯的背影虽然只是个小孩子模样 气场却犹如恶魔般强大 你们以后都对他放尊重点 胡人们赶紧低下头 表示自己记住了 艾斯转头瞥了他们一眼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 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接着艾斯将手里的花捏碎 如果不听话 他们的下场就会像这碎掉的鲜花一样 花园里 罗塞丽亚靠在树边小气 不远处的艾斯慢慢地走了过来 一旁的侍女连忙把罗塞丽亚喊醒 罗塞丽亚睁开了眼睛 当她看到对面是艾斯后 赶忙装出一副没睡着的样子 微笑着打个招呼 你怎么来了 已经上完课了吗 艾斯表示现在是休息时间 罗塞丽亚询问道 你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艾斯微微一笑 我就知道您会在这里 看着罗塞丽亚害羞的样子 艾斯感到很满足 自己就是想看到她这个表情 明明上一秒还很慌乱 但只要见到自己 就立刻喜笑颜开 艾斯本想和罗塞丽亚聊聊天 却发现不远处卡西斯居然来了 他赶紧把罗塞丽亚拉走 他才不会让别人破坏这么美好的时光 卡西斯盯着艾斯离开的背影 这孩子还真是狡猾 等罗塞丽亚发现艾斯的真面目后 一定会后悔的 相信他很快就会笑不出来了 凌晨 已经熬了一个通宵的卡西斯 面前书桌上满是资料 然而满脑子都是今天在花园看到的画面 这让他完全静不下心来 他们俩到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 这个男人不淡定了 自己的儿子竟然和老婆走那么近 而他却像个局外人 好歹也是塞德家族的人 嘻嘻哈哈的像什么样子 卡西斯攥紧了拳头 自己肯定是因为这个才如此心烦意乱的 一旁的管家见卡西斯不在状态 现在已经快要天亮了 提议到不如先去休息休息吧 卡西斯猛的起身 管家吓了一跳 您要去哪里 卡西斯淡淡开口 我要去吃早餐 说着就大步往餐厅走去 上次自己说过以后要和他们一起吃早饭 不过最近太忙了 以至于没兑现这个沉默 不知道他们看见自己 会是个什么反应呢 说实话 还真是有趣啊 餐厅外 罗塞丽亚刚打开门 就看到了不愿意接受的一日 天啊 卡西斯怎么又来了 自从他上次说过那番话后 自己每天提心吊胆的 没想到今天他真的来了 罗塞丽亚只能尴尬地打招呼 卡西斯解释道 我最近太忙了 一直没空和你们吃饭 碰巧今天想起来了才过来 别傻站着了 快坐下吧 公爵家的菜谱简直不要太好 每道菜都很精美 然而罗塞丽亚却没有闲工夫欣赏 因为卡西斯正在一直盯着自己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很尴尬呀 罗塞丽亚抬起眼眸 却不小心对上了卡西斯的视线 这顿饭什么时候结束啊 真想快点回去 艾斯再一次帮罗塞丽亚解围 笑着转移了话题 罗塞丽亚松了口气 还好有艾斯在陪着自己 否则他一个人会尴尬死的 看着俩人有说有笑 卡西斯心里说不上来的恼火 他的双拳猛地砸在桌子上 餐盘一下子飞起来老高 这把罗塞丽亚吓了一跳 艾斯的眼神也锐利起来 他这是要干什么 罗塞丽亚欲哭无泪 他又发什么疯啊 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吃饭啊 面对阴阳怪气的丈夫 这个女人无奈了 她一定是疯了 不对 她是有狂躁症吧 最近罗塞丽亚心很累 胡人们一改往日的态度 突然对他毕恭毕敬 弄得他一时之间很不适应 还有卡西斯吃饭的时候 也一直盯着他 弄得他都没办法好好吃饭了 看来有钱人的生活很不轻松啊 室内 艾斯盯着面前的父亲缓缓开口 您到底要干什么 我明明警告过您不要吓唬他 而且您说过吃早餐 只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所以从来不吃 卡西斯反问道 你不是也一样吗 艾斯反驳 那我也是跟您学的 如果你每天吃早餐 逐渐养成这种好习惯的 而现在对我来说 早餐象征着一天的开始 所以我一定会按时吃的 卡西斯这次没跟儿子唱粉调 反倒开始赞同起来 你说得对 那从明天开始 我也和你们一起吃早餐吧 自这次谈话后 卡西斯每天都会和罗塞丽亚俩人一起吃早餐 在餐桌上 他依旧盯着罗塞丽亚 导致罗塞丽亚食不知味 除了早餐时间 罗塞丽亚在公爵府里经常碰见卡西斯 不出意外的 卡西斯还是死死盯着他 罗塞丽亚汗眼了 真是倒霉啊 怎么又碰到他了 他不会再监视我吧 卡西斯看着罗塞丽亚 又看了看雷声轰鸣的窗外 这个天气很适合办事 罗塞丽亚欲哭无泪 办什么事啊 难道是杀人吗 还是绑架或者威胁 卡西斯冷冷地开口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抖成这样 我有那么可怕吗 罗塞丽亚 你这副样子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要杀了你呢 虽然这句话阴森森的 但是罗塞丽亚竟然从他的眼里看到了失落 难道是自己看错了吗 可是他还是无法忘记那天所看到的一切 沾满血的麻袋 还有走廊上残留的血迹 最让人害怕的是 卡西斯对这些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 自己也许会害怕他一辈子吧 室内 卡西斯满脑子都是罗塞丽亚和艾斯 他对艾斯非常热情 可是他看到自己 就立刻变脸了 自己也没得罪过他呀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卡西斯用脚用力一踩 一个伤痕累累的男人痛苦出生 饶了我吧 我说还不行吗 卡西斯反问道 你这么快就愿意开口了吗 但现在已经晚了 当初我看中了你的才能 可是你确实有李安派来的卧底 不过这些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有李安该不会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了吧 看着满地鲜血 卡西斯忽然顿悟了 罗塞丽亚那么害怕自己 难道是当初被这家伙吓到了吗 那他现在该怎么办好了 这个女人太倒霉了 这一世的他不仅要攻略反派而得 还要被反派丈夫纠缠 此时的罗塞丽亚在花园里吹风小气 一睁眼就看到了卡西斯 罗塞丽亚震惊了 难道他刚刚一直在看自己睡觉吗 罗塞丽亚惊讶地开口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找我有什么事吗 卡西斯缓缓开口 你是不是被上次碰见的那个人吓到 看到罗塞丽亚一脸懵 他到底在说什么 卡西斯继续说道 你在加入赛德家族之前 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那种血淋淋的场面 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等你见多了 自然就会慢慢习惯 如果连那种小场面都害怕的话 你以后怎么办呢 罗塞丽亚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以后会尽力适应的 卡西斯说的这番话 是为了警告他吧 可是他真的能适应那些血淋淋的场面吗 罗塞丽亚并不想继续说下去 他转过身去 本想告辞却被卡西斯叫住 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我会尽量满足你的 罗塞丽亚愣住了 这人是什么情况 刚刚还在警告他 现在怎么又问这种问题 罗塞丽亚当然有想要的 带回家的 可是自己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这实在是说不出口 憋了半天 罗塞丽亚只能表示自己没什么想要的 卡西斯淡淡道 那我这个月就多给你点零花钱吧 毕竟女人都爱买买买不是吗 罗塞丽亚拒绝了 并且表示自己钱够花 他给的零花钱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好吗 卡西斯继续说道 那你想管理公爵斧吗 这让罗塞丽亚更加为难 管理公爵斧还是算了吧 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不需要任何东西 原本卡西斯的话已经让人很心烦意乱了 没想到更让人无奈的事还在后面 原本冷漠的丈夫一反常态 竟忽然在乎起了自己 罗塞丽亚没觉得开心 反倒觉得很无奈 现在每天早上 卡西斯都会和他们一起吃早餐 而且还会一直盯着罗塞丽亚 罗塞丽亚沉默不语 看来自己还没做好成为塞德家族一员的准备 但是他必须尽快适应 才能帮助艾斯顺利地长大成人 吃完早饭后 艾斯再也安安安不住自己 他找到卡西斯开门见山道 您能不能不要再做那些奇怪的事 您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总是要吓唬他 卡西斯揉着头 表示自己没有吓唬罗塞丽亚 艾斯叹了口气 那您还不如像以前一样无视他呢 至少那样还比较正常 卡西斯皱了皱眉 那你是不是也该反省一下 你的那些反常举动 我想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最近大家都说你变得越来越乖巧可爱 艾斯笑了笑 您是在担心我吗 不过这点小事还不劳您费心 俩人之间瞬间冒出了火药味 这让周围的手下们捏了把汗 就在这时 艾斯身后的男人发出了声音 他心里暗道不妙 看来这个卧底已经被发现了 那些死盯着赛德家族的政敌 不计其数的卧底 还有站在权力中心的丞相尤里安 都让他感到乏味和烦躁 艾斯冷漠地看向男人 现在可以杀掉他了吧 卡西斯没有反对 反正留着他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放他一马的话 对我们家族甚至整个国家来说 都是个隐患 艾斯转头走向男人 拿起了地上的剑 奄奄一息的男人 从房间里出来之后 艾斯擦拭着脸上的汗 侍从在一旁提醒艾斯去洗澡 因为一会还有建树客 客上会出大量的汗 所以还是去洗澡为好 艾斯淡淡道 待会再说吧 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 仔细看 这个男孩的手伤很累累 身为贵族的他不顾仆人劝阻 亲手摘下鲜花送给了妓女 罗塞丽亚接过鲜花开心极了 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艾斯点了点头灿烂一笑 罗塞丽亚看着艾斯手上的伤非常心疼 为了摘花她把手都弄伤了 罗塞丽亚抱住艾斯 谢谢你 我很喜欢 艾斯简直就是个天使 她现在还没有染上世俗的气息 不过如果按照原小说发展 终有一天 她也会浑身沾满鲜血 罗塞丽亚暗自下定决心 自己一定要保护好她 让她健康快乐地长大 一周后 看着枯萎的鲜花 罗塞丽亚觉得可惜极了 还有 自己应该送给艾斯什么礼物好了 就在这时侍女上前询问道 夫人您这周不出门吗 罗塞丽亚愣了愣 这么一说 自从穿越后 别说出远门了 她就连宫爵斧的大门也没出去过 差点就忘记了 原小说里的罗塞丽亚可是个社交达人了 侍女继续提醒 您最近有一场聚会 这次的聚会将在夏翁侯爵斧进行 如果再不定制礼服的话 就来不及了 罗塞丽亚记起来了 这是以赛德家族为首的家族交流会 各个家族会带着小辈们参加聚会 从表面上看 这场聚会是为了巩固个家族的关系 可实际上 这也是他们互相观察竞争对手的好时机 在原小说中 这是一场为数不多的 罗塞丽亚与卡西斯共同出席的聚会 虽然她很不想去 但还是得提前准备啊 罗塞丽亚决定带艾斯一起去逛街 自己要给艾斯买很多好看的衣服 她穿什么肯定都好看 说干就干 罗塞丽亚立刻来到了艾斯的房间 然而房间里空无一人 侍女们表示艾斯跟公爵大人走了 似乎是要去上剑术课 罗塞丽亚很疑惑 为什么偏偏是卡西斯 她必须得去看看 这个男孩太狠了 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成为继承人 竟然喝下大量毒药来提升耐药性 就在刚刚 艾斯正和老师一起训练剑术 可是没一会 艾斯就已经气喘吁吁 觉得身体不听使唤了 一旁的莱妮莎很是担心 她提出让艾斯休息一会 可艾斯却执意继续 莱妮莎更担心了 这怎么可能没事啊 为了培养身体对毒药的那样性 她这次喝下了更猛的毒药 艾斯咬着牙坚持着 今天一定要向父亲证明 自己有实力成为家族的继承人 那就继续吧 她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用力地挥舞起来 接连两招过后 她感到了一阵眩晕 然后便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莱妮莎急地冲了上去 少爷你没事吧 艾斯大口地喘着气 表示自己没事 看来下次得调整一下服用的剂量 就在这时卡西斯冷冷地开口 看来你对这种毒药的抗性还不够强啊 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吧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些话全被赶来的罗塞丽亚听到了 罗塞丽亚不敢相信 您说毒药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旁的艾斯因为药效晕了过去 罗塞丽亚连忙把她抱在怀里 卡西斯询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罗塞丽亚一改往日的态度 狠狠地盯着卡西斯 现在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请您告诉我 既然艾斯是塞德家族的继承人 这就是他必须接受的训练 你无权干涉 罗塞丽亚大吼 我是他的母亲 怎么能对这种东西视而不见呢 您怎么能让孩子做这种残酷的训练啊 卡西斯不以为然 那又怎么样 我小时候也做过这种训练 罗塞丽亚怒了 你这个疯子 这句话不仅把卡西斯吓了一条 其他仆人更是被吓得不轻 罗塞丽亚竟然敢这样跟公爵大人说话 真是不想活了 这个一向胆小懦弱的女人 竟然对公爵破口大骂 一旁的仆人们都惊呆了 管家连忙解释道 少爷已经开始适应毒药了 而且我们会严格控制毒药的计量 请您不要担心 罗塞丽亚护子心切 那又如何 你觉得小孩子能喝毒药吗 艾斯愣住了 罗塞丽亚平时都不敢跟父亲对视 现在却为了自己大发脾气 在她的印象里 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 这还是她第一次感受到被爱的感觉 艾斯捂着心脏 这是怎么回事 那里忽然跳得好快啊 卡西斯耐心地解释道 这是塞德家族代代相传的教育方式 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任何差错 罗塞丽亚反问道 没有出现过差错吗 那艾斯为什么这么痛苦 卡西斯缓缓开口 这是她作为继承人必须经过的试炼 不过 没想到你对艾斯的教育这么上心 罗塞丽亚沉思着 在原小说里 罗塞丽亚对艾斯毫不在乎 不过既然自己现在变成了她 就要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罗塞丽亚坚决地说道 我是艾斯的母亲 当然有权利顾问她的教育 总之 我坚决反对这种残忍的教育方式 再说了 你觉得艾斯能承受住这种痛不欲生的训练吗 卡西斯盯着艾斯 你是怎么想的 如果现在停药的话 你就会拥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甚至会因此丢掉性命 然而艾斯却没有说话 这让卡西斯有些急了 你倒是回答我呀 艾斯认真的说道 我不要再继续吃药了 我要听母亲的话 罗塞丽亚很满意 她瞥了卡西斯一眼 您都听到了吧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接着便带着艾斯转身离开了 路上 罗塞丽亚回忆着刚刚发生的那一幕 真是太过分了 接着她握着艾斯的手 对不起艾斯 刚刚吓到你了吧 你现在还难受吗 艾斯微微一笑 我已经好多了 俩人回到房间 罗塞丽亚还是不放心 一再叮嘱艾斯 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告诉她 以后也不能喝毒药了 让艾斯好好休息后 罗塞丽亚走出了房间 她该怎么样才能让艾斯摆脱这种教育呢 无论如何 自己都得做些什么才行 很快 她便来到了卡西斯的房间 这是卡西斯早就料想到的 只是没想到 她来得那么快 这个一向害怕反派丈夫的女人 此刻却要和丈夫谈判 卡西斯盯着罗塞丽亚等待着她的下文 公爵大人 我想跟您谈谈艾斯的教育问题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让她继续服毒的 我希望 您不要强迫她去做这些伤害身体的事 卡西斯缓缓开口 罗塞丽亚 之前你明明很怕我 现在却敢和我讨价还价 罗塞丽亚给自己打气 她绝对不能退缩 作为塞德家族的一员 她也要勇敢一些不是吗 卡西斯冷冷地开口 你是真的相信艾斯 还是在假装信任她 你不会真的以为 她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吧 艾丽亚愣住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 卡西斯好心解释道 艾斯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 她并不单纯 你千万别把塞德家族的后代 和那些普通的孩子混为一谈 我的意思是 你被艾斯精湛的演技欺骗了 所以你还是不要为她操心了 卡西斯看着艾丽亚的表情 她好像很惊讶 艾丽亚不相信 公爵大人 既然您不了解艾斯 就不要随便评价她 作为原小说的忠实读者 艾丽亚当然知道艾斯的种种恶性 但艾斯也是她的亲生儿子 难道她不该偏爱自己的儿子吗 就算做不到 也不要诋毁她呀 真是太过分了 她一点都不关心艾斯 所以当小说里的罗塞丽亚 虐待艾斯的时候 她才会袖手旁观 罗塞丽亚反驳卡西斯 艾斯怕我担心 所以不管多辛苦 都会笑着跟我说没关系 即使训练强度再大 她也从来没有任何怨言 艾斯是个很要强的孩子 您应该多夸夸她 同时也要告诉她 让她不要太勉强自己 艾斯生病的时候 你去看过一眼吗 哪怕派庸人传几句问候的话也行吗 希望您以后能多关心一下她 罗塞丽亚知道 艾斯现在还小 只要自己好好教育她 她肯定不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大反派了 反派斗智斗勇是种什么体验 面对小反派要教她好好做人 面对大反派则要让她好好爱活儿子 罗塞丽亚直呼心累 卡西斯冷冷地说 解毒只能靠自己挺过去 我小时候大概喝过一百多种毒药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是百毒不清 罗塞丽亚询问道 您喝毒药的时候 难道就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吗 卡西斯没有否认 当然有 我也差点死掉过 罗塞丽亚更不解了 既然有生命危险 那您为什么还要让她以身犯险呢 卡西斯解释道 如果艾斯连这些毒药都无法适应 以后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手里 她身为继承人 就必须学会适应这些东西 罗塞丽亚很不满 虽然已经猜到她要用这种话来搪塞 但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罗塞丽亚握紧拳头 自己要好好忍耐 毕竟她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 罗塞丽亚缓缓开口 总之 以后我也要参与艾斯的教育 作为她的母亲 这些年我确实对她不够关心 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 好好去教导她 希望您能支持我 罗塞丽亚知道卡西斯不会马上就答应 但自己至少先提出来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卡西斯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可以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罗塞丽亚愣住了 还以为她会反对呢 她再次确认 真的吗 你可不能出而反而啊 卡西斯笑了笑 当然了 罗塞丽亚虽然不知道她为什么答应得这么爽快 但只要她同意 之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罗塞丽亚微微一笑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从现在开始 就让她来保护艾斯吧 自己一定要引导她走上一条正道 卡西斯看着罗塞丽亚离开的背影 再过一段时间 她就会发现艾斯的真面膜 这些都是反派的宿命 作为塞德家族的一员 大家的结局都是杀人或被杀 为了生存 就必须要对自己狠下心来 在被杀之前要先下手为强 这就是塞德家族传承下来的教育方式 不经过这种磨练的话 塞德家族在敌人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其实不论是服用毒药 还是让她变得没有弱点 都是为了保护她 如果罗塞丽亚真的想成为塞德家族的一员 她就应该早点明白这个道理 这是个反派大家族 为了成为百毒不侵的反派 他们从小就喝下上百种毒药 因此塞德家族有着一个毒药收藏室 里面保管着各种毒药以及解药 为了收集这些东西 塞德家族倾注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收藏室配有专门的管理员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卡西斯公爵时常会更换毒药的摆放位置 塞德家族之所以这么在意毒药 就是因为毒药才是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管家上前提醒卡西斯 有消息称他们又在四下集会 卡西斯微微一笑 那群得意的家伙 他们难道以为 在深夜会面就能瞒得了我吗 他们都是塞德家族的敌人 现在聚在一起肯定是想讨论怎么对付我们 不知道那些蠢货又会想出什么阴谋 那自己就陪他们玩玩吧 卡西斯吩咐管家 要将他们在集会上说的话 一字不差的汇报 管家点头印象 对了公爵大人 还有一件事 少爷的毒药训练才进行了一半 您真的打算让他停止训练吗 卡西斯很了解儿子 艾斯肯定也知道自己处在什么阶段 即便如此 他还是拒绝了训练 那就随他去吧 管家惊讶了 但是他没有说话 说不定公爵大人只是假意顺从少爷的决定 其实他早已另有安排吧 以前的他总是那么强势 这次怎么会突然妥协呢 而且现在他时不时还会微笑起来 自己到现在都没法适应这种笑容 夜晚 一群穿着斗篷的人聚集在了一起 一个男人开口了 你们没被跟踪吧 胡子楠说道 当然没有了 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参加聚会 另一个长发男人很着急 我们还是直奔主题吧 最近赛德公爵越来越猖狂了 就是因为这个皇室的走狗 我们的势力才会越来越弱 如果不能有所为的话 我们随时会被那个邪恶的家族抹杀 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也要把赛德家族的小怪物除掉 谁能想到 让一群人害怕的反派 居然是个小孩子 男人大喊着要除掉赛德家族的小怪物 另一个人说道 这些道理我们也懂 可是派到赛德公爵府的卧底全都死了 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与其白白送死 倒不如好好考虑一下 该如何与他们共存 这番话让其他人很不满 我们怎么可能跟那种阴险的家族共存呢 帽子难说到 但是我们现在确实没有办法 还是早些为之后的路做打算吧 皇帝那只老狐狸 肯定不会放弃赛德家族的 在百姓眼里 他也许是一位明君 但对于贵族来说 他就是个收取税金的强盗 所以我们不能依赖皇帝 要把目光转向皇太子 听说他和赛德家族不合 只要我们继续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 等皇太子即位后 赛德家族肯定会被他清理掉了 其余人非常赞同 这个方法真不错 听说皇太子和来自侯爵的女儿走得很近 趁着皇太子还小 我们可以顺水推舟 让他们变得更亲密一些 关于这个提议有人反对道 这个方法实施起来很困难 来自侯爵很在意名声 他从不作有损名声的事 皇太子很清楚赛德家族对皇室的威胁 等他登上皇位时 肯定会一举铲除他们的 另一个男人表示 我们不能一直等下去 同时也要继续筹划暗杀计划 帽子男再次提出反对 那样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如果你们不想丢了小命 就别被赛德家族的人发现了 其他的人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会注意的 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 今晚的一举一动 都被躲在草丛后的男人听得一清二准 房间外 罗塞丽亚打开了艾斯房间的门 艾斯还在熟睡中 还好自己来得早 否则就看不到这个场景了 忽然罗塞丽亚回忆起了卡西斯说的话 艾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孩子吗 真是可笑 说得好像他有多了解艾斯一样 就在这时 艾斯缓缓睁开眼睛 可爱的模样 简直要把罗塞丽亚的心给融化 就算卡西斯说的都是真的也无所谓 只要自己全心全意照顾艾斯 他一定会慢慢改变的 如果你的儿子是反派 你会怎么做 罗塞丽亚决定用心去感化他 艾斯看到罗塞丽亚赶紧坐了起来 您怎么来了 罗塞丽亚笑着解释道 我来找你一起吃早餐呀 艾斯连忙下床 我这就去换衣服 餐厅里 罗塞丽亚询问艾斯身体怎么样了 艾斯则表示自己的身体好多了 罗塞丽亚看着他说道 我已经和公爵谈过了 他以后不会强迫你做那些恐怖的训练了 所以你也别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 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然而艾斯却沉默了 罗塞丽亚不解 艾斯怎么不说话了 自己还以为他会很高兴呢 艾斯下一秒便灿烂地笑了起来 谢谢你母亲 看着艾斯的笑容 罗塞丽亚松了口气 看来那些训练确实让他很苦恼呢 幸好现在叫停还不算太晚 对了艾斯 一会我们一起出门吧 见艾斯愣住了 罗塞丽亚解释道 这些天我们要参加一个聚会 正好趁现在有时间 去买几件新衣服 艾斯笑着答应了 罗塞丽亚表示那么就明天去吧 买衣服的时候顺便买点好吃的 你想吃什么呢 艾斯依旧保持着微笑 只要和您在一起 不管吃什么我都觉得很美味 回到房间后 莱尼莎拿来了新花瓶 然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 少爷的手里竟然拿着一瓶毒药 艾斯握紧药管 冷冷地对莱尼莎说道 别告诉我母亲 因为我不想让他担心 莱尼莎点了点头 看来少爷只是假装停止服用毒药而已 就在这时 塔西斯走了进来 你不是亲口说不想再喝药了吗 接着便让莱尼莎退下 一个人走到沙发上坐了下去 塔西斯盯着艾斯 味道怎么样 艾斯无语 难道您每次都会细细品尝毒药的味道吗 接着伸手就要拔开药管的塞子 塔西斯缓缓说道 你这是要瞒着罗塞丽亚吗 仔细看 这个帅气的小男孩的手上正握着一瓶毒药 他的父亲还问他味道怎么样 为了不让罗塞丽亚担心 艾斯并没有告诉他 塔西斯缓缓说道 你这是在欺骗他 艾斯并不这么觉得 话不能这么说 我这是在为他好 虽然自己也不想喝 但父亲的话没错 这就是塞德家族的生存手段 艾斯打开塞子一股作气喝了下去 瞬间他就感到了疼痛 毒药的成分不同 喝下后身体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 幸好这次的毒药见效很快 比那种一点点折磨人的慢性毒药好多了 艾斯淡定地说道 为了生存 我不能停药 但又不想让母亲担心 所以才会这么做 塔西斯盯着艾斯 如果他看到你这副样子 一定会大吃一惊吧 艾斯冷漠地看着父亲 我劝你最好别说出去 不过就算您说了他也不会相信 塔西斯觉得艾斯果然还是个小孩子 竟然还担心自己会去告状 塔西斯笑了笑 你好像很有底气啊 你怎么敢确定他不会相信呢 艾斯非常自信 因为母亲非常疼爱我 既然他是站在我这边的 又怎么会相信您呢 塔西斯沉默了 他回想起了当初罗塞利亚说的话 您为什么要诋毁他呢 塔西斯很不爽 却又无可奈何 艾斯微微一笑 对了 明天我要陪母亲出门 母亲说要跟我去服装店 我们要买下次聚会时穿的礼物 趁这次出门 我们还要一起观赏风景品尝美食 看来母亲没和您说过这件事 艾斯故意刺激着卡西斯 能和母亲一起出去玩 我好开心啊 第二天早上 罗塞利亚刚起床 就有仆人帮忙准备好了衣服 罗塞利亚很开心 终于能和艾斯一起出门了 艾斯衣着整齐地朝罗塞利亚问好 您今天可真漂亮 罗塞利亚笑得和布隆鼓 艾斯真是太会讲话了 那我们一起出发吧 这是我见过最着急上班的人 还没到点就来到了办公室 仆人们看到卡西斯都愣着了 公爵大人今天怎么来那么早 这太阳台刚刚升起来 卡西斯表示自己是来工作的 管家不解 虽然公爵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但也用不着这么早来工作了 他询问道 您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吗 卡西斯解释道 我今天下午有事 所以把日程都提前了 管家点了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了 卡西斯抬头看着窗外的天气 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呀 不过今天的天气倒是很不错 在忙碌的工作后 最后一份文件终于看完了 卡西斯猛地起身 就连凳子也被撞掉了 仆人们都被吓到了 公爵大人这是有多着急啊 卡西斯缓缓开口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卡西斯刚想离开 门就被推开了 公爵大人不好啊 出事了 毒药收藏室里 一瓶毒药掉到了地上 瓶子也碎裂开来 一个男人抱着头瑟瑟发抖着 卡西斯看到这个场面 淡定地让人先去开窗通风 并且任何人不能靠近这里 毒药的种类数不胜数 既有慢性毒药 也有低剂量致死的烈性毒药 还有一种剧毒 只要吸入一点点 就能致人于死地 被摔碎的这瓶药 正好就是这种剧毒 卡西斯吩咐下人们离开这里 毕竟他们的身体 未必承受得住 接着他询问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人惊恐万分 公爵大人对不起 卡西斯耐住性子 道歉的话以后再说 先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男人还在道歉 卡西斯直接把剑亮了出来 再不回答我的问题 你现在就得死 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男人 此刻正拿着剑指着下人 没过两秒 下人连忙把刚才的事情交代了 就在刚刚他肚子疼 就离开了座位去上厕所 急急忙忙回来的时候 不小心就把药瓶撞到地下了 男人随后表示 自己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卡西斯询问道 你在这里待了几年 男人回答道 已经五年了 卡西斯觉得无语至极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久 居然还犯这种低级错误 真是荒唐 在毒药收藏室工作的人 不能善离之手 因为这里收藏着各种危险的毒药 必须时刻有人看管 就算要暂时离开 也要先上报才行 在卡西斯看来 真是明知故犯 男人见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难受 连忙伸出手来 请求卡西斯帮帮他 卡西斯盯着男人 毒性已经蔓延至全身 就算送去治疗也活不了多久 卡西斯还是想不通 他不至于为了打碎一瓶毒药 而搭上性命了 最后 走出房间的卡西斯吩咐道 把他关起来 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再让医生给他打些阵痛劲 管家看向卡西斯 之后该怎么办 能代替他的人现在都在领地 让他们赶过来 至少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 现在没人能补上这个空局 卡西斯想了想 那就在现有的人里 找一个负责人吧 反正也是临时的 不需要找精通毒药知识的人 实在找不到 就找一个细心的人吧 管家想起来 这边有个仆人很擅长采药 既然他经常接触各种草药 说不定能胜任这份工作 卡西斯点了点头 那就选他吧 不过还是得先考察一下的 这件事还是得他自己来 可是当卡西斯看到窗外时 忽然想起自己还有事要做 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 卡西斯便让管家 全权负责这件事 说完便大不留心地离开了 他现在要去把这件 沾满毒气的衣服换下 再去找他们 虽然对艾斯来说 这点毒气不算什么 但罗塞丽亚肯定承受不住 你敢相信吗 这个笑容纯真的小男孩 竟然是一个反派 然而他其实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今天是他和继母 一起逛街的日子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过这种经历 罗塞丽亚提议道 不如就在这里下车 然后一起走过去吧 见艾斯一脸迷惑 罗塞丽亚解释道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我想牵着你的手一起逛街 艾斯愣了 这种感觉真的好温暖 两人来到了烧烤摊 罗塞丽亚吃得津津有味 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还有烧烤 一旁的仆人们觉得 少爷肯定是不会吃这种东西的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艾斯竟然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罗塞丽亚很欣慰 艾斯就连吃东西也这么可爱 她每天忙着接受严格的家族训练 肯定都没时间出来玩吧 以后自己一定要多带她出门走走 罗塞丽亚提议道 不如去附近的服装店看看吧 艾斯笑着答应 其实去哪里都无所谓 只要能和母亲在一起就可以 服装店里 看到来的人是罗塞丽亚和艾斯 店员们兴高采烈地拿出了西装 不过罗塞丽亚很不满意 虽然很高档 但都是黑白灰 一点也不适合艾斯 小孩子就应该穿鲜艳点的 店员见罗塞丽亚不满意 又给她推荐了其他颜色 毕竟赛德家族向来只买黑白配色的衣服 所以自己刚刚才推荐了那些 罗塞丽亚依旧沉默不语 看着她严肃的样子 店员紧张极了 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 我们会尽量满足您的 然而罗塞丽亚苦恼的是 艾斯穿什么都好看 自己实在是太纠结了 店员一脸懵圈 公爵夫人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 这是她的错觉吗 罗塞丽亚询问艾斯喜欢哪一件 艾斯想了想 最终微笑着说道 还是听您的吧 您买什么我就穿什么 因为她还想看母亲为自己纠结的样子 罗塞丽亚的脑海里全是艾斯 到底要买哪一件好了 就在这时 卡西斯来了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既然喜欢 那就全部买下来吧 罗塞丽亚心脏骤停 卡西斯怎么来了 艾斯冷漠地看着父亲 他没想到父亲这么喜欢凑热闹 罗塞丽亚本想带着艾斯多玩一会儿 可既然卡西斯来了 那还是早点回家吧 看出罗塞丽亚想要离开 卡西斯看向她 你也多挑几件衣服吧 罗塞丽亚连忙拒绝 可是艾斯却期待地看着她 我也想看母亲穿新衣服的样子 罗塞丽亚欲哭无泪 自己可不忍心拒绝艾斯啊 卡西斯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就是追妻火葬场吗 眼前这个帅气的男人一脸愁容 自己的妻子比起她好像更喜欢的 就在刚刚 罗塞丽亚在店员的推荐下 换了好几套衣服 不管是华丽的还是优雅的 罗塞丽亚都能完美驾驭 甚至把一旁的卡西斯给看红了脸 艾斯毫不吝啬地夸赞着 罗塞丽亚开心极了 既然艾斯喜欢 那就买这套吧 一旁的卡西斯不满地说道 我觉得刚才那件更好看 罗塞丽亚思索着 卡西斯的意思是想让她买刚刚那件衣服吗 她才不要听卡西斯的话呢 罗塞丽亚笑着问艾斯 您穿上之后显得整个人更优雅了 罗塞丽亚开心极了 艾斯真会夸人 那就买这件吧 卡西斯闷闷不乐 她根本就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回到公爵府后 罗塞丽亚看着一排排的衣服暗自偷笑 自己本来没打算买这么多衣服的 但是在试穿的时候 艾斯一直在旁边不停地夸 所以就不自觉地买了这么多 虽然说要自己付钱 但最后还是卡西斯付的钱 这让罗塞丽亚有些不好意思 她为什么要结账呢 他们之间的关系好像还没那么亲密吧 为什么要突然献殷勤呢 难道是原小说里也有这种剧情 只是自己没注意到吗 就在这时 本杰米走了进来 夫人好 今天我是来跟您商量少爷的教育问题的 罗塞丽亚打量着她 在原小说中 罗塞丽亚对艾斯的教育毫无兴趣 所以她根本没见过本杰米 不过既然自己穿越过来 就得好好了解一下艾斯的学习计划 罗塞丽亚表示 自己想为艾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所以她要知道艾斯的课程安排 本杰米微笑着说道 如果少爷知道您这么关心她 肯定会很开心的 接着拿出一大榻的资料 那我就给您介绍一下这些课程吧 上午少爷要学习政治经济和理 下午要在演武场锻炼体力和训练剑术 罗塞丽亚愣住了 现在的小孩压力都那么大吗 原来反派的学习压力这么大 看着一大堆的课程 罗塞丽亚着实汗颜 就在这时她注意到了日程表上有空出来的地方 这些时间段 肯定是为了留给那些恐怖的训练的 塞德家族的教育方式也太没人心了 幸好现在阻止还来得及 本杰米继续说道 上午的课程和建树课最好能保留下来 因为这些科目对于贵族子弟来说都是必修课 罗塞丽亚思索着 必修课自己没必要干涉 他只是担心 艾斯会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受苦受累 他指着那些空出来的时间段问道 这些时间还没有安排东西吧 本杰米点了点头 他们最近在调整少爷的日程 所以就把原本安排在这个时间段的课程去掉 至于课程还没有决定好 罗塞丽亚微微一笑 那这个时间段就让我陪着他吧 你暂时别给他安排别的课程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本杰米愣住了 虽然早就听说夫人要亲自参与少爷的教育 但是完全猜不透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本杰米只好询问道 夫人 您打算用这些时间来干什么呢 罗塞丽亚早有打算 当然是用来陪艾斯玩了 他不仅要陪艾斯玩 还要让他玩得足够开心 本杰米汉颜 少爷开心玩耍的样子 真是让人无法想象 本杰米退下之后 罗塞丽亚思索着 专业的知识还是得让老师来教 毕竟他不了解这里的历史和地理 自己能做的就是多陪陪艾斯 让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过 对于小孩子来说玩耍是很重要的 毕竟快乐的童年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财富 而且他作为幼儿园老师 最擅长的就是陪孩子玩了 下午 建树课结束后 艾斯擦拭着脸上的汗 就在这时 罗塞丽亚从他身后冒了出来 艾斯一脸疑惑 母亲怎么会来这里 罗塞丽亚开心地邀请艾斯 一会一起玩吧 接着握紧了他的手 这个时间段不用上课 艾斯只用痛痛快快地玩就好了 可他并不像罗塞丽亚想象的这么开心 而是一脸的淡然 罗塞丽亚有些手足无措 他还以为艾斯会很高兴呢 他穿越成了反派的季母 为了阻止儿子变成反派 罗塞丽亚决定要给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当艾斯听到要去玩时 他却没有很开心 可是下一秒 他就灿烂地笑了起来 罗塞丽亚很欣慰 这个反应才对嘛 艾斯作为公爵斧的继承人 肩上的担子很重 但自己还是希望艾斯能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毕竟他的年纪还小 幸好自己已经和本杰米提前打了招呼 现在终于能让艾斯放松一下 罗塞丽亚微笑着询问艾斯想玩些什么 艾斯沉默了一会后说道 我一般没机会出来玩 所以不知道要玩什么 罗塞丽亚恍然大悟 难怪艾斯犹豫了这么久 那就让他来想一想玩什么游戏好了 接着罗塞丽亚提议道 不如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 我数到一百之后去找你 你可要躲好 别藏在容易发现的地方 那样就很没意思了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罗塞丽亚都没有找到艾斯 一旁的艾斯躲在树上一脸疑惑 自己藏的位置也不难找啊 为什么母亲找不到呢 她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这个游戏已经玩腻了 毕竟她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隐藏自己 自己躲起来一般人是很难找到的 树下的罗塞丽亚非常疲倦 就在她四处张望之际 卡西斯来了 她只瞥了一眼 就找到了艾斯 罗塞丽亚震惊了 原来艾斯一直躲在树上啊 不过这棵树这么高 她是怎么爬上去的 下一秒艾斯就从树上跳了下来 稳稳地落在了地面 一旁的罗塞丽亚早已目瞪口呆 卡西斯不解地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得知俩人在玩捉迷藏之后 卡西斯对艾斯说道 既然他找不到你 你就应该主动出来啊 艾斯恍然大悟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卡西斯无语了 这小家伙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 罗塞丽亚上前开心地夸奖着艾斯 第一次玩捉迷藏就这么棒 下次自己一定会找到她的 见俩人其乐融融的 卡西斯觉得自己又被无视了 罗塞丽亚看着满脸笑容的艾斯想到 只要自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 她肯定会慢慢改变的 就在这时卡西斯小声地说道 你为什么不穿我上次买给你的礼服 罗塞丽亚愣住了 她刚刚说了什么 卡西斯却转头离开了 罗塞丽亚语色了 卡西斯刚才好像又盯着她看了 就不能让她过几天树心日子吗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笑得一脸纯真的男孩 竟然是小说中的反派 自从陪艾斯玩过捉迷藏之后 每当没课时 罗塞丽亚都会陪艾斯一起玩耍 现在的她很容易就能找到艾斯的藏身之处 除了捉迷藏之外 他们还玩了很多其他的游戏 俩人会在下课时 一起玩堆沙子 或者是扔皮球等简单的小游戏 艾斯一开始对这些游戏很生疏 但她很快就能掌握游戏的要力 艾斯最近好像也越来越开朗了 看来和她一起玩游戏是个正确的选择 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 卡西斯依旧让她很头疼 因为卡西斯总是喜欢恶狠狠地盯着罗塞丽亚 她本来就经常板着脸 现在看上去更可怕了 以至于罗塞丽亚看到她就跑了 罗塞丽亚不明白 自己到底又哪里惹到她了 书房内 卡西斯询问总管最近艾斯的学习情况如何 总管回答道 所有的课程都在正常进行 为了防止被夫人发现 毒药等课程都安排在了凌晨或者半夜 除此之外 少爷没课的时候 都和夫人待在一起 他们会一起玩各种各样的游戏 除了玩游戏 他们还会去后院喝茶聊天 卡西斯低着头 其实不管他们做什么 都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无论是在后院还是在其他地方 卡西斯都能看到 艾斯和罗塞丽亚的身影 他甚至产生出了一种错觉 艾斯好像真的变成了一个纯真可爱的普通孩子 他的笑容就像一道温暖的光 给冷漠的公爵斧增添了些许暖意 夜晚 卡西斯来到了艾斯的房间 艾斯冷漠地问道 您找我有事吗 卡西斯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罗塞丽亚 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父子 父亲问儿子为什么会喜欢母亲 艾斯回忆着罗塞丽亚的笑颜 自己也微笑了起来 因为我从来没奢望过 自己能拥有这么好的母亲 既然我现在已经拥有了 就应该好好珍惜 她温柔的目光 温暖的笑容都让艾斯无法自拔 以前的她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母爱 但当罗塞丽亚走到她身边的时候 她才明白 被爱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现在的她已经离不开罗塞丽亚了 第二天 罗塞丽亚一脸震惊地看着卡西斯 你刚才说什么 卡西斯不懂她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 只好再重复一遍 我说我们要去皇宫 罗塞丽亚弱弱地问 我可以不去吗 这也太突然了吧 卡西斯没有同意 这次可是陛下特意邀请他们去做客的 你不用那么紧张 只是去打个招呼而已 其实卡西斯很早之前 就想告诉她这个消息 只是最近只顾着观察 她有没有穿自己买的衣服 所以忘了说 卡西斯安慰到 陛下只在我们的婚礼上见过你面 她说想再认识一下 这只是陛下临时起义而已 你也不用太紧张 罗塞丽亚沉默了 话虽如此 但是这让她怎么能不紧张呢 这是她第一次来皇宫 眼前气势宏伟的宫殿 压得她有些喘不过气来 面对着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罗塞丽亚紧张极了 皇帝缓缓说道 塞德夫人 你好像和我们上次见面时有些不一样 罗塞丽亚干笑着 皇帝微微笑了起来 我记得你之前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看着陛下笑得这么开心 罗塞丽亚放心了 她对自己应该没有什么恶意 卡西斯缓缓开口 您就别再和她开玩笑了 皇帝又继续调侃 看来你们母子的关系很不错呀 罗塞丽亚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刚才的她因为太紧张 都已经把艾斯给忘了 在陛下面前拉着她的手 好像有些不太得体 罗塞丽亚决定先放开 可下一秒 她的手便被艾斯牢牢地抓住 艾斯微笑着看向皇帝 没错 我们的关系很好 皇帝将目光放到卡西斯和罗塞丽亚身上 不过你们夫妇二人好像不怎么亲近啊 你敢相信吗 这两位看上去特别不熟的男女 竟然是一对夫妻 面对皇帝的调侃 卡西斯显得很不耐烦 这种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罗塞丽亚被吓得冷汗直冒 她跟陛下说话也太放肆了吧 自己可不想被砍头啊 皇帝不怒反笑 艾斯 你长得越来越像公爵了 不知道在其他方面 是不是也和公爵一样呢 艾斯丝毫没给父亲面子 不管在哪个方面 我都会比父亲更优秀 皇帝又将矛头对准了罗塞丽亚 公爵夫人 你也觉得艾斯以后会比公爵更出色吗 罗塞丽亚愣住了 皇帝陛下为什么忽然问这种问题 罗塞丽亚瞄了一眼卡西斯 她现在又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 而艾斯也是一脸期待的样子 罗塞丽亚都不忍心不询她 最后紧张地她缓缓开口 是的陛下 艾斯现在还小 未来还有这无限的可能性 皇帝开心地笑了起来 看来还是艾斯略胜一筹啊 艾斯 你可要好好努力 千万不要辜负公爵夫人对你的期待 好不容易见一次面我们再多聊一会吧 不过大人们聊天 艾斯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啊 艾斯并没有尽讨 而是表示自己一点也不无聊 皇帝再次强调 你肯定更喜欢和同龄园相处吧 那你就去皇太子的住处看看吧 艾斯脸都黑了 谢谢您的关心 不过我还是留在这里吧 罗塞丽亚看着艾斯 她好像很不情愿 皇帝陛下还是没有同意 你就别推脱了 去皇太子的住处等你父母吧 这已经是很明显的诸科令了 艾斯只好往外走去 该死的皇帝 和皇太子合不来 还非要他过去 演武场内 皇太子在练习着 不管他怎么努力 也做不出正确的动作 如果不打好基础的话 剑术水平很难提高 就在这时 骑士团团长来自发现了艾斯 皇太子卢卡斯毫不掩饰自己的艳武 你怎么在这 马上给我滚出去 敢相信吗 这个外表看上去纯真无邪的男孩 竟然是最强反派 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太子 艾斯挑衅般说道 是陛下叫我来的 不服的话 你可以去找他理论了 两人互相对峙着 卢卡斯恨不得把艾斯吞掉 胡人们看到这一幕也是心惊胆战 他们俩不会打起来吧 莱兹站到他俩面前 你们两个是当我不存在吗 卢卡斯连忙鞠躬表示抱歉 自己不应该这么势力的 艾斯冷冷道 既然你不想看见我就当我不存在吧 反正我现在没事做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训练吗 莱兹 见艾斯得到了莱兹的同意 卢卡斯咬牙切齿 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自己一定要让他好看 艾斯拿起一把木剑 接连挥舞了几下 莱兹看着简直赞不绝口 艾斯少爷的动作很标准 而且他也没有犯黄太子那样的错误 真不愧是塞德家族的继承人啊 虽然黄太子做的也很不错 但他肯定不甘心被别人比下去 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他最讨厌的艾斯 果不其然 不服输的卢卡斯开口了 你要不要跟我切磋一下 艾斯根本没在怕的 他看向卢卡斯 然后微笑着答应了 俩人拿着木剑对峙着 卢卡斯率先发起了进攻 然而这招却被艾斯轻松挡下 仆人们哪里见到过这种场面 他们打得也太激烈了 要不要去阻止一下呢 莱兹则表示不要管他们 其实他们两个人早就想打一架了 只是碍于身份才一直没有动手 而且让他们互相切磋一下也是好事 因为艾斯的优秀会刺激到黄太子 从而促使他不断地进步 通过切磋 他们都会受益匪浅 所以自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 另一边 皇帝笑道 希望艾斯和黄太子的关系能够有所缓和 也许他们多见几次面就会清静起来的 公爵夫人 你觉得呢 这个女人穿越了 她没有成为有钱的恶女 也没成为善良的女主角 而是成了反派的后妈 可在她的眼里 自己的儿子却是最好最善良的孩子 罗塞丽亚回答道 艾斯为人和善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 听到这话 皇帝和卡西斯直接愣住了 他们刚刚没听错吧 罗塞丽亚心头一惊 自己难道是说错话了吗 可是艾斯确实是个可爱和善的孩子 皇帝紧接着大笑起来 没想到公爵夫人竟然如此幽默 和你们聊天真有意思 我好久没笑得这么开心过了 你们以后要常来啊 难怪艾斯变得和以往不同了 原来是受了夫人的影响了 这倒是个不错的改变 希望皇太子能和艾斯好好相处 只有我们两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才能巩固现在的地位啊 我不想再看到皇室被贵族们架空了 罗塞丽亚和卡西斯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皇帝陛下这番话别有声音 他的手敲击着椅子 接着给了罗塞丽亚一个眼色 罗塞丽亚明白 这是在暗示自己 让他不要参与接下来的谈话了 罗塞丽亚失去的开口 陛下 我可以在宫里随便看看吗 皇帝很乐意 并表示自己会吩咐人给罗塞丽亚带路的 接着皇帝又说道 如果觉得无聊的话 你可以去皇太子那里转转 如果他有什么地方冒犯到了 你可以直接训斥他 他从小丧母 所以我一直都惯着他 他快要被我宠坏了 罗塞丽亚退下后 由仆人领到了皇宫里的庭院 仆人们介绍道 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宫殿 您可以在这里欣赏一下附近的风景 罗塞丽亚叹为观止 这就是原小说里描述的场景吗 这也太壮观了 这时罗塞丽亚突然想起来了什么 皇太子 不就是原小说中的男主角吗 儿子是大反派是种什么体验 看着面前小说里的男主角 罗塞丽亚慌了 自己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艾斯身上 完全忘记了皇太子这个人 他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也是艾斯的宿敌 希望艾斯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没一会艾斯就探头出来了 罗塞丽亚微笑着打招呼 从她的表情来看 两个人应该没有发生什么过节 难道是自己多虑了吗 罗塞丽亚看见后连忙行女 就在这时卢卡斯也出现了 她小小年纪却一脸严肃 艾斯开心地看着罗塞丽亚 笑容灿烂地表示自己可以陪她一起参观皇宫 卢卡斯无语道 皇宫里还有你没去过的地方吗 不过 艾斯这一脸天真的样子和之前相比 众人后罗塞丽亚询问艾斯 你和皇太子殿下的关系怎么样 艾斯低下了头表示不怎么样 比起皇太子 她更喜欢和母亲待在一起 罗塞丽亚尴尬地笑着 两个人的关系果然很差呀 不过从陛下的表现来看 她应该很希望这两个孩子能更靠近一些 自己该怎么做 才能让他们的关系有所缓和呢 这样艾斯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 但是不管自己现在付出多少努力都没用 因为决定他们关系的最大变故 是他们成人后才会遇到的小说女主艾莉莎莱子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孩与他们擦肩而过 罗塞丽亚顺时愣着 黑色的长发和绿色瞳孔 她不就是小说中的艾莉莎吗 这发生的一切都太突然了 今天不仅进宫见到了皇帝 还见到了原小说的主人公卢卡斯和艾莉莎 自己明明对小说中的内容都那么熟悉 怎么却把主人公望到脑后去了 皇太子现在虽然还是个少年 但已经很有威严了 在原小说中 他为人正直 早早就获得了明星 当他即位后 国家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他一手缔造的伪业都被艾莎摧毁了 诶等等 罗塞丽亚记得来自侯爵和卡西斯早就闹败了 既然他们决定老死不相往来 就不该同时进皇宫啊 可现在艾莎居然遇见了艾莉莎 虽然只是擦肩而过 但如果下次见面的时候 艾莎对她产生了兴趣该怎么办 自己该怎么阻止艾莎黑话呢 就在罗塞丽亚神游之际 艾莎一把抱住了她 母亲 前面是池塘啊 我叫了您好几声 但您都没有反应 您没事吧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罗塞丽亚抚摸着艾莎的头 表示自己没事 刚刚只是走神了而已 虽然自己对突如其来的一切 还没有做好准备 但她至少可以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要多关心艾莎 罗塞丽亚笑眯眯地看着艾莎 这里的风景很美 我们多转几圈再回去吧 毕竟自己才刚刚熟悉这个世界 还是不要太着急为好 她牵起艾莎的手往其他地方走去 现在的她要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艾莎身上 绝不能让艾莎落得那样的结局 这个男孩是小说中的男主角 此时的卢卡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阴沉毒辣的死对头 竟然朝她的继母露出了纯真的笑容 她竟然一下子就变脸了 就在这时仆人上前禀报 艾莎小姐求见 卢卡斯听完后立刻走了出去 她上前迎接艾莎 并询问她一路上是不是很辛苦 艾莎微笑着表示还好 看着艾莎美丽的笑容 卢卡斯心跳不已 整个人都要融化了 此时莱姿也来了 艾莎 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上次你也是这样 你总是这样随意进出的话 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卢卡斯打断 老师您别这么说 万一把她吓到了可怎么办 艾莎莎躲在卢卡斯的身后撒娇 是啊父亲 我不会妨碍殿下的 莱姿叹了口气 自己早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丫头 莱姿刚想退下 卢卡斯却邀请她一起喝茶 莱姿表示这样的话 殿下的安排会被打乱的 卢卡斯一脸抱歉 艾莎也很担心 父亲不会把自己赶走吧 莱姿开口道 艾莎 你在这里稍微待一会就回去吧 得到了父亲的允许 艾莎开心极了 之后她便和卢卡斯一起去喝下午茶了 艾莎缓缓开口 刚才好像有人从这里出去了 他们是殿下的客人吗 卢卡斯听完后瞬间皱眉 她态度不好地说道 别问了 知道了对你也没好处 另一边 皇帝在召见卡西斯 不管怎么打压他们 他们还是心存侥幸 盼着有一天能够趁虚而入 我无法信任那些贵族 卡西斯缓缓开口 可我也是贵族啊 从世人的角度来看 在皇帝和贵族的斗争中 好像是皇帝更胜一筹 但这只是表象 事实上皇帝一直受到贵族们的牵制 对于皇帝来说 他们是难以消灭的强大敌人 皇帝真挚地看着卡西斯 虽然你是贵族 但我知道你是我这边的人 多亏了你我才能当上皇帝 毕竟 我们有着一段共同的回忆 皇帝和卡西斯之所以能够结成同盟 不仅仅是因为共同的利益 更是因为他们之间强大的纽带 皇帝继续说道 我希望皇室变得更加强大 因此我非常需要你们家族的支持 这个男人太奇葩了 皇帝表示需要他的支持 可他却让皇帝不要再使唤他了 只听皇帝爽朗的笑声在宫殿中回答 这么一看 我确实欠了你很多人情啊 不过我欠的最多的人 还是皇后 虽然今生分别的有点早 但如果有来生 我一定会和他永远在一起的 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皇后 所以才希望皇太子 也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卡西斯反问道 爱情真的有那么好吗 他就那么让人无法忘怀吗 他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皇帝对妻子如此面面不忘 还有艾斯 他对罗塞丽亚的爱完全是出自真心的 罗塞丽亚也一样 不管自己说什么 他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艾斯那一边 可能就是他的坚定 让艾斯敞开了心扉 爱和母亲 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卡西斯的父母只是单纯地履行着夫妻和监护人的义务 对他并没有特殊的感情 他们从未关心过卡西斯 他是在儒母的教育下长大的 艾斯也一样 应该说这在塞德家族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艾斯却突然喜欢上了罗塞丽亚 他们俩都能体会到的感情 卡西斯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自己无法理解呢 如果在自己小时候 也有人像罗塞丽亚那样照顾自己 自己会变得不一样吗 卡西斯沉思着 我是不是也能从他那里体会到这种感情吗 如果罗塞丽亚对艾斯的那份爱 都倾注到我身上的话 会怎么样呢 自从卡西斯产生了这种想法之后 他就无法像以前那样接近艾斯和罗塞丽亚 只要罗塞丽亚和艾斯在一起 卡西斯就会想方设法在他们附近晃悠 但是他只会远远观望 因为每当他想靠近罗塞丽亚的时候 罗塞丽亚和艾斯就会停止说笑 此时的院子里 罗塞丽亚正和艾斯抛球完了 罗塞丽亚面带微笑 嘴上说着让艾斯尽管扔 然而内心却哭成了泪人 自己真的好累啊 艾斯看起来还很有精神 可是他已经没力气了 腿也一直在发抖 艾斯似乎注意到了他的不是 艾斯询问道 母亲你没事吧 罗塞丽亚保持着微笑 放心吧我没事 然而下一秒腿软的他就扭到了脚 罗塞丽亚眼看就要摔倒 真是糟糕啊 自己要在艾斯面前丢人了 然而下一秒 他竟然跌进了卡西斯的怀抱中 这个女人穿越了 他没有穿成善良的女主和恶毒的女儿 而是穿成了反派的寂寞 此时的他还跌进了反派亲爸的怀抱中 卡西斯调侃道 刚才玩游戏玩得很卖力啊 罗塞丽亚无法理解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卡西斯继续说道 你还不打算起来吗 罗塞丽亚脸都红了 刚刚真是太丢脸了 卡西斯怎么会在这里呢 罗塞丽亚迅速与他拉开距离 卡西斯看着他的举动微微皱眉 看来他们还是很介意自己的存在啊 只要自己一出现 他们就像是看到鬼一样 搞得他每次都忍不住恶语相向 但是今天可不能再这样了 卡西斯平复了下心情 你刚才玩得很吃力啊 罗塞丽亚很不爽 卡西斯这是在藐视他的体力吗 他开口道 您到底想说什么 卡西斯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说错话 他温柔地开口 你们两个最近好像经常在一起玩啊 罗塞丽亚只求他能有点眼力尽 赶紧走开别再来打扰自己跟艾斯 于是罗塞丽亚点了点头 我只是想多陪陪艾斯 卡西斯低下头吞吞吐吐的 你们看起来真的很温馨 罗塞丽亚瞪大了眼睛 自己刚刚没听错吧 卡西斯微微一笑 说这种话还真是让人怪难为情的 罗塞丽亚不明所以 这人怎么说完后自己笑啊 他肯定是在嘲笑自己做无用功吧 卡西斯又说话了 本杰米说你是为了艾斯的精神教育才这么做的 父母的陪伴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可是 你为什么不让我也参与进来呢 既然父母的陪伴对孩子来说很重要 那你也应该叫上我啊 罗塞丽亚一时雨色 自己竟然觉得卡西斯说的有道理 但是那个场面也太让人难以想象了吧 卡西斯真挚地说道 如果我也参与进来的话 成效会不会更好呢 再说了你已经很累了 应该没有力气陪他继续玩了吧 罗塞丽亚回头看了看艾斯 自己一直以来对卡西斯都这么明感 而且也一直在怀疑他 这样会不会给艾斯带来不好的影响呢 不管卡西斯的目的是什么 只要他能给艾斯赴爱就好 罗塞丽亚询问道 您真的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只见卡西斯露出了笑容 接着他点了点头 敢相信吗 这竟然是父子之间温馨的小游戏 然而这里面却充满了杀气 罗塞丽亚看着从面前一闪而过的球 他已经凌乱了 只见卡西斯称赞道 你这球接着不错呀 艾斯微笑道 这对我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接着两人便用尽全力扔球 罗塞丽亚汗言 难道打球只是借口 他们俩其实是在跟对方较劲吧 可是艾斯表面上笑得很开心 内心却是想着 父亲到底又在耍什么花招 而卡西斯则暗暗想道 难得我愿意抽时间出来陪他一起玩 他应该感谢我才对 俩人互相盯着对方 眼神中充满了怒气 罗塞丽亚觉得自己应该阻止一下他们 打了好一会后 艾斯已经大汗淋漓 他一个手滑 球已经掉到了地上 罗塞丽亚本想叫停 但艾斯却不肯认输 俩人就这样一直打到了太阳落山 一番的激烈运动过后 艾斯虽然挥汗如雨 但心情好像还不错 罗塞丽亚将毛巾递给了艾斯 让他好好擦擦汗 并让他一会可以洗个澡 艾斯撒娇道 可是我想先和您一起吃饭 就在这时 一旁沉默的卡西斯开口 你不给我一块毛巾吗 我也流了很多汗 一旁的仆人听见 立马拿着毛巾出现在了罗塞丽亚身边 罗塞丽亚只好将毛巾递了过去 卡西斯心满意足地接过毛巾 微笑着擦起了汗 罗塞丽亚不解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幼稚 而一旁的艾斯对此很是不满 父亲到底又在打什么算盘 餐厅里 罗塞丽亚一脸满足 运动之后果然吃什么豆香 贵族的食物就是不一样 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牛排 吃到一半的罗塞丽亚忽然发现 自己好像忘了其他俩人的存在 艾斯此刻一阵狼吞虎咽 并且表示自己还想吃点肉 卡西斯虽然优雅无比 但也表示自己还需要再来一点 罗塞丽亚笑了出来 虽然有点怪怪的 不过看他们两个人较劲 还是蛮好玩的 这时卡西斯开口 以后你们要做什么都带上我吧 罗塞丽亚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这句话简直就是晴天霹丽亚 这个男人本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冷酷公主 此刻他却提出了个 让人惊掉下巴的请求 那就是让罗塞丽亚和艾斯 一起玩的时候带上他 罗塞丽亚惊呆了 他的意思是以后除了早餐 晚餐也要一起吃吗 卡西斯反问道 让我参加你们的活动应该没关系吧 今天我们不就玩得很愉快吗 罗塞丽亚表示 还是不要占用他的时间了 艾斯也附和道 我有母亲陪着我就足够了 卡西斯却微笑着 那可不行 就算在忙 我也要抽出时间陪陪我的宝贝儿子 罗塞丽亚暗暗思考着 放在平时 自己肯定开始怀疑卡西斯的意图 毕竟他是原小说中一手遮天的大反派 但是今天的他 好像和普通人家的父亲没有什么两样 他刚才的那番话和今天的行动都不像是假的 不过就算是卡西斯只有一丁点改变 那对艾斯来说都是件好事 罗塞丽亚转头对艾斯表示 自己有话跟公爵说 让他先回去休息 艾斯虽然有些不解 但他还是乖巧地离开了 艾斯离开后 卡西斯询问道 你刻地把艾斯支开 是想跟我说什么 罗塞丽亚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您刚才那番话是什么意思 卡西斯回答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罗塞丽亚认真道 请您不要含糊其词 卡西斯淡淡开口 我今天过得很开心 一家人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既然是一家人 那就不能漏掉我呀 罗塞丽亚觉得卡西斯说的对 如果能通过卡西斯的变化 让艾斯懂得珍惜家人就好了 他再次询问道 您真的想和我们在一起吗 卡西斯点了点头 当然了 毕竟我们可是一家人嘛 第二天 罗塞丽亚开心地提出 我们不如一起去野餐吧 听管家说您日程安排得很满 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院子里野餐吧 卡西斯微微一笑 那就按你说的办 罗塞丽亚看着卡西斯帅气的脸庞 忽然有些脸红心跳 这是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温柔啊 艾斯一脸期待 母亲 我们真的要去野餐吗 这成功转移了 罗塞丽亚的注意力 他开始跟艾斯有说有笑起来 完全忽视了一旁的卡西斯 为了能和他们亲近起来 卡西斯决定 自己以后说话不能总是带辞了 午后院子里 整理好的罗塞丽亚缓缓走来 为了反派一家的和睦 今天他豁出去了 经过树下的时候 罗塞丽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卡西斯竟然是最先到的 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积极 卡西斯温柔地说道 多亏了你 我才能借这个机会 好好放松一下 那个女人重生成了反派的继母 多年后的她 会被儿子亲手杀死 为了活命 罗塞丽亚决定和儿子搞好关系 这天 他提议来一场全家参与的温馨野餐 没想到一向冷酷的卡西斯 却早早地来了 面对帅气又温柔的卡西斯 罗塞丽亚害羞极了 为了转移注意力 他假装在寻找艾斯的身影 卡西斯看出了罗塞丽亚的不自在 知道他还不习惯和自己单独待在一起 于是开口说道 今天天气真好啊 还好听你的话来野餐了 罗塞丽亚还是第一次见卡西斯笑得这么温柔 就因为这份温柔 他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就在这时艾斯来了 卡西斯暗暗吐槽 这家伙来得那么早 肯定是逃了一节课 艾斯面带微笑 父亲以为把野餐的时间定得那么早 自己就会迟到吗 他开口称赞罗塞丽亚的提议真不错 在院子里野餐很舒服 两个人又开始有说有笑起来 卡西斯再一次被忽视了 艾斯这个小子 在罗塞丽亚面前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艾斯询问罗塞丽亚接下来要干什么 罗塞丽亚懵了 他们俩难道从来都没有野餐过吗 晴朗的天空 何旭的微风雨盛开的花朵 所有野餐的必备条件都满足了 但是 他们三个人竟然无话可聊 罗塞丽亚提议道 不如先一起吃点东西吧 罗塞丽亚拿出亲手做的三明治 也不知道会不会符合他们俩的胃口 毕竟他们从小就吃山珍海味长大的 然而让罗塞丽亚没想到的是 卡西斯竟然夸赞他做的三明治很好吃 虽然罗塞丽亚觉得这很奇怪 但是他却觉得 卡西斯这副样子还是很可爱的 之后他们三人虽然没怎么聊天 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气氛比罗塞丽亚预想的要好很多 罗塞丽亚忽然觉得 卡西斯其实还挺不错的 自己之前应该是误会卡西斯了 真是没想到 卡西斯会做出这么大的改变 忽然 卡西斯朝罗塞丽亚伸出了手 替他擦掉了嘴角边的面包鞋 罗塞丽亚害羞地道谢 卡西斯表示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并建议下次大家可以去别墅度假 罗塞丽亚真诚地看向他 这段时间和您接触下来才发现 其实您也有很温柔的一面了 罗塞丽亚现在不仅不害怕卡西斯 甚至还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几人吃完东西后 卡西斯提议 要不要把画家叫过来 自己想把这个美好时刻记录下来 罗塞丽亚点了点头 看来卡西斯今天很开心啊 要是每天都像今天一样幸福就好了 画家在接到命令之后就赶了过来 不过他看起来很紧张 毕竟面对文风丧胆的大广派 无论是谁也会心惊胆战吧 虽然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但还是很努力地为几人作画 画家画完之后 罗塞丽亚惊叹不已 这简直太完美了 敢相信吗 眼前这么温馨的一幕 竟然来自反派一家 卡西斯也觉得这幅画画得不错 不过他有个疑惑 画家在画画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自己一直在看哪里 画家回答道 您当时好像一直在看夫人 卡西斯不相信 这些肯定都是画家乱画的 画家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保证自己不是乱画的 罗塞丽亚也不明白 卡西斯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画家战战兢兢地说道 公爵大人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我在画画的时候 您确实一直在盯着夫人看啊 艾斯觉得画家并没有骗人 画家在画画的时候 母亲一直搂着他 这一点在画中也体现了 他开心地笑着 刚才一直拉着母亲的手 我特别开心 罗塞丽亚高兴极了 还是艾斯会说话呀 画家害怕道语无伦次 公爵大人 您看夫人和少爷都能帮我作证 我没有胡说 三位看起来确实很幸福啊 说完画家就告退了 留下了三人在风中凌乱 过了一会罗塞丽亚提议 这幅画就挂在艾斯的房间里吧 见卡西斯不说话 罗塞丽亚刚想伸出手 却被卡西斯冷漠的眼神吓到了 卡西斯怎么又变成这样了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刻的卡西斯只觉得内心翻涌 自己真的一直在看罗塞丽亚吗 为什么他没有察觉到呢 本以为通过家族的训练 自己能够控制好情感 没想到自己也会有失控的时候 野餐结束后 卡西斯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没有见任何人 时不时还会制造一些怪声 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与此同时 卡西斯对自己的失控也感到无比混乱 这说不定不是失控的表现 自己这段时间 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和罗塞丽亚走得更紧 所以自己一直盯着他也只是为了实现目标 卡西斯自信地笑了出来 自己居然因为画家的一句话就苦恼成这样 真是让人无语 他安慰着自己 这几天是我太敏感了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我并没有失控 想通之后的卡西斯一声轻松 他从房间内走了出来 对佣人们说道 我现在该去吃早餐了 走廊里的卡西斯看着那幅画 虽然自己为此苦恼了三天 但是看到他的一瞬间 内心忽然就静下来了 餐厅里的罗塞丽亚听到声响 他开心地回过头 公爵大人您来了 罗塞丽亚觉得既然卡西斯来了 自己也不能冷漠 毕竟他也在为家庭和睦而努力 卡西斯笑了 这次罗塞丽亚居然和他打招呼了 看来这次自己确实没白来 这个男人是连皇帝都尊敬的大反派 然而他却对妻子动了心 闭门思过三天后的他很确定 自己一定没有在乎罗塞丽亚 餐厅里 罗塞丽亚看着卡西斯 他还以为自己做了什么事 让卡西斯不开心了呢 一旁的艾斯护母心切 您没有做错任何事 父亲是因为害羞才这样的 罗塞丽亚不解的看向卡西斯 他为什么要害羞呢 卡西斯淡然一笑 我怎么可能会害羞呢 我只是需要时间整理一下思绪而已 罗塞丽亚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啊 不过几天没见卡西斯帅气了不少呢 看着罗塞丽亚通红的耳朵 卡西斯调侃道 看来害羞的人是你吧 你耳朵都红了 一旁的艾斯很是不满 父亲怎么又开始笑了 他干嘛装出一副温柔的样子 这次他又在打什么主意 看到艾斯不友善的眼神 卡西斯明白 这小子又开始闹别扭了 那就逗逗他吧 卡西斯调侃道 最近我闲得无聊 所以想模仿一下我的宝贝儿子 艾斯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什么模仿我呀 您在说什么呀 卡西斯嘴角上扬的更厉害了 果然是小孩子 那么快就上钩了 卡西斯又继续说道 当然是模仿你的演技啊 艾斯不屑 父亲根本什么都不懂 自己虽然对母亲有所隐瞒 但是是真的喜欢他 也只会在母亲的面前卸下伪装 而父亲现在的意思 难道是他想要装出一副温柔的样子 借机伤害母亲吗 卡西斯像是会读心术一样 我是不会伤害你母亲的 顺便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你想拴住他 和我变清静点不是一个好办法吗 艾斯眼神严肃 虽然很不爽 但是父亲的话很有道理 自己一定会盯着父亲的 要是他敢伤害母亲 自己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在那之后 卡西斯就算在忙 也会抽空来看罗塞丽亚 俩人之间也不再那么尴尬了 有时甚至会去院子里散鼓 比起刚来的时候 罗塞丽亚现在已经没有那么不安了 之前避之不及的卡西斯 此刻居然和自己谈笑风生 真是世事难料啊 谁能想到 这个原本冷漠的反派 最近竟然变得温柔了起来 卡西斯很关心罗塞丽亚 如果你钱不够花了可以跟管家说 罗塞丽亚笑了起来 那么多钱怎么可能会不够花呢 卡西斯还是不放心地叮嘱着 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 没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就算你的开销再大 我也是负担得起的 要是有人敢给你看眼色 你也可以和我说 罗塞丽亚突然觉得卡西斯变得好温柔 他虽然说话很直白 但是态度比起之前已经无比温柔了 这应该是在关心我吧 罗塞丽亚开心地表示 大家都对他很好 他说的也是实话 那些庸人对他确实恭敬了很多 虽然自己一开始是为了自保才避开他的 但现在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了 谁能想到现在的他 竟然和卡西斯在悠闲地散步呢 要是以后也能像一家人一样 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就好了 毕竟这也是他在现实世界里最大的愿望 卡西斯询问道 你最近想做什么事吗 罗塞丽亚微笑着提 不如三个人一起去玩吧 卡西斯不解道 就只有这个吗 罗塞丽亚笑容满面地点了点头 卡西斯很奇怪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容易就满足了 卡西斯刚想说些什么 此时她的头却刺痛了起来 罗塞丽亚担心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卡西斯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没事 就在这时管家来了 公爵大人 应该快到时候了 罗塞丽亚不解 管家这话是什么意思 自那天之后 罗塞丽亚再也没见过卡西斯 她询问仆人卡西斯去哪里时 得到的回应也只是不知道 罗塞丽亚思索着 卡西斯还真是日理万机啊 以前虽然也很忙 但是现在好像更忙了 其实罗塞丽亚也知道 卡西斯之前都是特地抽出时间来陪她的 可是她这几天却忽然不见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说是她出事了吗 这个身为反派的男人 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每年都会生一场原因不明的大病 一旦开始生病 她一周之内都得卧床休息 卡西斯也考虑了很多种情况 比如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或者是感染了什么病毒 但即使委托专人进行研究 也没有找出确切的病因 都说她可能只是小感冒 虽然卡西斯并不是那种轻易感冒的人 但这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因为感冒卧床一周的事 对外是完全保密的 就连艾斯也不知道 一旦卡西斯开始觉得不舒服 就不会再踏出房门一步 饭桌上 罗塞丽亚看着空荡荡的位置 卡西斯今天又没来吃饭 就连艾斯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艾斯不觉得这有什么 这才几天没见 之前他们甚至一个月也都没见过 罗塞丽亚心疼极了 公爵大人没时间陪你 你肯定觉得很孤单吧 艾斯灿烂一笑 现在不是还有您在我身边吗 比起以前独自一人的样子 他更喜欢现在 罗塞丽亚吃完饭后一直在想着这些事 之前艾斯过敏的时候也是这样 忽然就消失不见了 如果那时候自己没去找他 肯定也不会知道他对桃子过敏这件事 比起一个人胡思乱想 罗塞丽亚决定去看看卡西斯 然而刚走到门口就被侍卫拦住了 这里不允许任何人惊 罗塞丽亚这下更担心了 他该不会是受伤了吧 可是卡西斯不会那么轻易受伤的 如果他没出事的话 难道是因为他不想看到自己 所以才躲着的吗 一想到这个罗塞丽亚就有些难过 自己也没有惹到他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行 今天自己一定要见到他 罗塞丽亚请求着侍卫 让他们再去通报一声 终于 罗塞丽亚进入了房间 他急匆匆地走到床边 却看到了让人大吃一惊的一幕 床上的卡西斯虚弱无比 而且看上去很难受的样子 管家解释道 公爵大人只是感冒了而已 只要卧床一周就能痊愈 罗塞丽亚觉得难以置信 真的只是感冒而已吗 他看上去很难受啊 管家这时催促道 他想让罗塞丽亚赶紧离开 罗塞丽亚表示自己要多待一回 而且这件事是不会说出去的 他大声地说道 我要留在公爵身边 你们谁也别想赶我走 这个女人重生成了公爵夫人 不仅丈夫是反派 就连儿子也是反派 可是强大的丈夫 此刻竟然病成了这样 罗塞丽亚心疼极了 卡西斯睁开眼睛安慰道 我只是偶尔生病而已 睡一觉起来就没事了 你别担心 罗塞丽亚终于明白了 卡西斯和艾斯一样 有着灰暗的童年 每当痛苦的时候 总是独自成熟 没有任何人陪在他们身边 所以自己在看到卡西斯的时候 才会不自觉地想到艾斯 为了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生存下去 他们逐渐黑化成了反派 被人看到自己虚弱的样子 可罗塞丽亚现在不想离开 罗塞丽亚很希望 在卡西斯痛苦的时候 身边能有人可以让他依靠 他真诚地询问道 可以让我陪在您身边吗 卡西斯感动极了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 其实卡西斯的童年并不快乐 他接受的训练比艾斯的更加严苛 但为了活下去 卡西斯竭尽全力只为做到完美 成为继承人之后 他要面临更大的压力 很多亲戚都贪图着继承人的位置 因此卡西斯不仅要对付正敌 还要提防内贼 对桃子过敏也曾是他的弱点 亲戚们经常用这种弱点去戏弄他 但越是这样 他越不想低头 与此同时 他的父母也只是冷眼旁观 把这当作是卡西斯的一种考验 卡西斯面带微笑吃下了桃子 这举动让亲戚们失望至极 淡定离开的卡西斯回到房间后 立刻吐了起来 其实他对桃子过敏反应 比艾斯还要严重 自那之后 卡西斯为了克服这个弱点 他不断强迫自己吃桃子 即使每天痛苦也不放弃 这场战争以卡西斯胜利结束 也正是因为这种经历 让他变成了 维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就这样 他逐渐成长为恶名昭著的大反派 那些想扳倒他的人只能干瞪我 自从卡西斯不对桃子过敏之后 就经常出现原因不明的感冒症状 这种怪病一直折磨着卡西斯 从小忍受着严苛训练 他自然也认为 一个人承受痛苦是理所当然的 卡西斯最讨厌别人看到他软弱的样子 但他听了罗塞丽亚的话后 最终决定让他留下 有他守护在身边 卡西斯觉得很心安 原来这就是被人关心的感觉吗 这就是艾斯感受到的温暖吗 怪不得艾斯这么喜欢罗塞丽亚